大家好 又回到ISO求職新思路 今天張Sir Raymond Chang 又會和我們再介紹一下 管理系統的模式 麻煩張Sir你 早安 Kevin 今天我會用三套管理模式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套是質量管理系統模式 第二套是環境保護管理系統模式 第三套是比較熱門的 現在是說能源管理系統模式 我們先來看看質量管理系統模式 好嗎 好 在這個模式裏面 我們先來看看圖 圖裏面大家會看到一個大圓圈 大家猜猜這個大圓圈是代表甚麼 圓圈 一個系統 這個是一個系統 還有呢 再猜深入一點 是公司的管理層的系統 沒錯 這個大圓圈是代表一個機構 亦可以代表整個機構的管理系統 你看到大圓圈周圍都有些叫客人嗎 兩邊都有 其實在市場上 機構根本就生活在一個市場環境裏面 周圍都有客戶 在機構來說 當然越多客戶越好 對嗎 對 但如果客戶要選擇機構 就會考慮哪方面先呢 第一 如果我不熟悉這間機構 我會找這間機構的低層員工 還是高層員工去談 如果不認識 是 可能找一下品牌 看看出不出名 沒錯 你懂得找它的品牌 那品牌誰比較知道 是 是這間機構的高層之多 還是前線的員工之多 其實應該前線會更清楚 對 為何你這樣想 因為他們可能要做很多資料 比較 沒錯 問一下其他客戶用完之後 覺得怎樣 可能拿了很多意見回來 沒錯 拿了很多意見 就是前線的 因為員工 就是平時工作量的問題 就知道很多這些資訊 但公司的歷史 和怎樣設立這個品牌 就不是每個前線員工都知道 是 可能這個要高層一點的管理 沒錯 所以一般客戶 是找一些公司的高層 去瞭解它的歷史 能力 以及它怎樣設計系統 是 對 所以很自然 你見到公仔的模特兒 是否有一條虛線 有兩條 先看左邊這一條 左邊是 左邊是開始的 即是我們來看看客戶 怎樣去找一個機構 它開始的時候 是找那個機構管理層 去瞭解它的能力 歷史 以及會不會做到客戶 想要的期望 是嗎 你見到那條線是虛線的 知不知為何是虛線 即是 未是那麼實在嗎 沒錯 這件事是沒有保證 不實在的 因為大家都互相了解 都是一些資訊交流 客戶想問 對方自然想拿出資訊 未決定 公司也都了解客戶想要什麼 所以在這個階段是沒有實質的生意 只不過是資訊交流 但資訊交流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這個機構和客戶是沒有資訊交流 簡單說 即是和這個客戶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怎會有生意呢 是的 是嗎 未建立關係 沒有錯 生意流亡 沒錯 任何機構都想建立關係在先 才會接生意 好 關係接觸得好 就會導致客戶有一個動機 想找這個機構做些事 對嗎 對 好 它的動機來自客戶想要一些東西 很小 所以是客戶的要求 客戶的要求 客戶的要求 就和管理層溝通得拓蕩蕩蕩之後 就會正式把命令 就交給這個機構 這個時候 機構是否要做事 是 好了 管理層如果接到一些合約 為命令要做事 他第一會擔心什麼 交不交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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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於他本身 即機構本身有沒有這個能力去交貨 是的 能力我們經常說 有四項要考慮 就是人機物法 人機 人機 物法 即是說有沒有人去做事 是 有沒有適當的機械 生產的時候的物料 是否齊備 是 方法是否合當 這四項要 其中三項是說資源 是的 人也是資源 物料也是資源 機械也是資源 機械也是資源 對嗎 所以公司是避免不到 要先想 就是 夠不夠資源去管理好 做到這個產品 好了 資源管理得妥善 員工就有些支援可以生產 是 舉個例子 物料 在生產的時候 物料的供應如果中途斷的話 可不可以維持下去呢 一定不行 不行 好了 假定你生產好一個產品 那你都要送貨 是 如果你沒有資源去配合你 送貨這個過程的話 又是不行的 是完成不到那單交易的了 完成不到的 在資源管理的考慮裡面 管理層已經開始考慮 其實他自己可不可以完成整個項目 或者整個產品呢 是未必的 所以在資源管理這個環節 管理層已經考慮 有哪些部分會外判 對嗎 對 因為有些東西它自己添置不了 有些人才它添置不了 那一定是外判的了 好了 假定它的資源是足夠 那就開始生產了 開始生產 就注重一件事 就是方法 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方法 很恰當地生產 那你會去不到你心目中想要的產品 好了 上一課我們在過程模式提到 我們要去到一個設計的結果 我們想期望的產品 是需要什麼去配合 人 人要配合 是的 其實剛才你說的四樣東西都要配合 四樣東西都要配合 我們希望每次都生產到我想要的產品 要很持續做到這件事 唯一可能就是有些補作 我們叫具體的方法 你沒有一些具體的方法去做 那就是說五花八末 會有不同的產品出來 不同的產品出來 就自然有些叫做副產品 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些 是 對不對 所以公司在產品實現這個環節 就很明顯就要想 有沒有一些方法 使得我必然做到這個產品 是我想要的 你意思就會出現一些很參差的產品 沒錯 所以沒有一些好的方法去監管 那些產品就你未必想要 沒錯 所以一起步就要計劃 究竟公司的產品 是一些什麼規格 還有有什麼方法 所生產出來的東西 是去到這個規格 是否方法先行 是 是 方法正正 但是員工未必跟 是嗎 如果你沒有一班是幫你去監察的員工 去到一半有部分的產品 是完成不到 到時就會後悔太遲 是 所以在產品實現 避免不到 是會出現一些叫做監察 是要有些監察的 即是有些位置去監管著 可能生產程序 是 或者可能製成品 完成了我們所謂的QC 是 沒錯 QC是一個很自然出來的一個公眾 對嗎 是 好了 有時候管理層會擔心 會不會在你生產過程之中 客戶會改變他的要求 你又不知道 那你怎樣可以保持你所生產的產品 最終是客戶會收的呢 是否在產品過程 製作過程是不停跟客戶保持聯絡 是 這個跟客戶保持聯絡 目的就是說 在過程中 生產過程中 客戶有任何更動 它是可以即時反映到的 客戶如果是有更動 很自然的 產品在材料的運用方法又要變動 對嗎 對 所以這方面就反映了 我們為何做產品實現 是要不斷地和資源 和監視和測試掛勾 如果你沒有人監察 亦都不知道產品最終是優定聯 如果你沒有人去跟客戶保持聯繫 亦都不知道中途客戶會不會改變主意 對嗎 對 好 產品始終會出到你的 出到你的產品 是否很自然你會送給客戶 是呀 送過去 你送給客戶 你能否保證客戶一定滿意你的產品 保證不到 沒錯 保證不到 其實你做得再好 都很難保證客戶是百分之百滿意你的產品 好 客戶亦都擔心你的產品到他手上不適合用 對嗎 所以在監視和測測的過程 客戶避免不到會定期來探訪你 或監視你 究竟能否做到他的產品 這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如果他不能夠很密地去監視你 他是相信第三者 對嗎 對嗎 第三者都是出名 多人認識 沒錯 那個報告才叫做有效 如果不是 不知道你找誰做都可以 沒錯 所以在這些過程之中 第三者的誠信 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客戶收一個沒有誠信的報告 更傷過他自己做 對嗎 對 對 客戶對你的產品的誠信 不多不少是受你的監察結果影響他 對嗎 對 其實產品沒有百分之百元尾 經過這樣的監察測試 會出現瑕疵 出現瑕疵 其實客戶並不是要把全部貨都退回給你 而是要你處理瑕疵 對嗎 對 如果客戶要求你處理瑕疵 其實就是客戶給了改善機會 對嗎 對 你今次的改善 是幫到他的產品能夠在市場上 能夠銷售 好了 如果這個改善的措施做得好 他就會有個機會滿意你的產品 好的 好 客戶滿意你的服務也好 你的產品也好 他有些甚麼回報給你呢 回頭再跟你做生意 這個回報 沒錯 回頭再跟你做生意 還有呢 可能他下的訂單可以再多些 下訂單再多些還有呢 介紹一些其他客戶再來 沒錯 還有呢 都想不到 其實公司在前三個環節花了不少錢 對嗎 對 第一件事 管理層是想客戶起碼有些金錢上去回報 賺回你的錢 對 對 如果沒有錢的話 怎能夠再第二回 是 你再介紹生意給我都知道不到 都沒有錢回來 沒有錢回來 對 對 所以第一步就是客戶先有些金錢上去回報 那公司才叫起碼能夠生存 對 才有得營運 才有得營運 對 當然啦 有得營運之餘呢 你繼續介紹生意 再給多些生意給這個機構 當然無人歡迎 嗯 但如果那個 金錢上斷了呢 那它根本就無力再接你的生意 其實如果那個金錢是斷了的 即是它中間的圓圈斷了 斷了 即是行不動 行不動 所以很多機構它之所以是倒閉 是因為金錢多些 對 因為它無力再運作 是吧 所以我們看回公仔 其實那四個環節 首先是管理層的責任 資源管理 產品的體現 商品的體現 監察和分析再改善 這幾個環節都重要 是 頭三個箭嘴是重要 是 這三個箭嘴只不過是機構的管理層 去部署做到些事情 滿足客戶的要求 是 其實是期望客戶滿意 是 期望客戶滿意 相信是有目的 不會做些事沒有目的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客戶的金錢上活好 是 如果沒有金錢就回報 已經倒閉了很久了 對 對 所以在這四個箭嘴裏 由管理層回報管理層 那個箭嘴是最關鍵 如果沒有這個回報 就已經沒有能力再運作下去 是 就是循環已經完結了 完結了 所以我們經常說持續改善 就是這個關鍵 其實持續改善就是在這四個環節裏 每一個位置他們都需要去改善 沒錯 就是形成這個循環 就是一個叫做持續改善的模式 沒錯 因為持續改善的先決條件 就是說一間機構能夠再重複它的生意 再重複它的生意 就是說要有錢才可以重複生意 那個環節正正就在 測試和測試中間出現了 由這裏看 為何管理層那麼著緊客戶的滿意度 就明白了 明白 因為他了解了客戶的滿足程度 他才知道其實在哪個環節 他才要改善 才行動 沒錯 甚至有些更極端的例子 就是你的產品再漂亮再完美 客戶都可以不滿意你的產品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 因為每個人對某一件事或物件都有不同的要求 未必可以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對 在市場上的確有不同的客戶 有些挑剔的 有些大老一些 但是我們在市場上買一個產品 不單止買一個產品那麼簡單 其實是買一個服務的 很簡單如果你買電器 你選對一個模特兒 售貨員的售貨員告訴你 兩天後會送貨 誰知道等了一個月都送不到貨 你會怎樣做 取消一張訂單 取消一張訂單 為什麼你會取消一張訂單 因為不滿意的服務 沒錯 很多東西不是關鍵在產品上 是關鍵在機構提供的服務裏面 是 這件事是會影響客戶對你的滿意度 是影響得很深遠 沒錯 可能真是一個不好的服務 你見產品是好到101分 都未必買得出 沒錯 這是其中一種 第二種就是態度 如果客戶有些對產品使用 有疑惑 是不是很自然 就找回你公司 找回機構 問那個使用方法 是嗎 如果接電話那位同事 那個態度很惡劣 或者電話打不通 你會有什麼感受呢 作為客戶 會很容易悶症 通常都發脾氣 沒錯 發脾氣也好少少 有些 罵人 是 罵我電話那個 沒錯 有些幫你背口出出去 是 那你公司的形象就差很厲害 是 你的產品未必不可以 只不過你這些服務態度 使到公司是蒙了一個污點 你不知道 是 是 是一個環節 令到客戶覺得你的服務不好 就影響了你的產品 沒錯 都覺得你的產品不好 對 好了 有時候也不關服務差 很簡單 員工很落力 不過 一個市場不大 客戶的詢問也多 是 是 資源配合不到 是 你有沒有試過電訊機構 你經常打一些詢問線 打不打通 這個真是激 是經常性 你都不會打得通 是 你打之前都沒有想過它會通 是 好了 好了 被你打通了 又 接著有些甚麼 接著要按一大堆你不認識的數目 然後不知駁去哪裏 沒錯 其實一般的客戶 喜不喜歡這樣的 詢問模式 其實很不喜歡 沒錯 很多機構以為自動化 將客戶的詢問 設定了這樣的模式 其實正正在損害客戶 對這間公司的信任度 是 情願不打它 沒錯 很多客戶選擇不找你 沒有一種人情味 其實為什麼管理層 這麼關心客戶的滿意度 其實它是想保持 客戶之間的人情味 如果沒有這種人情味 雙方都是人 客戶都是人 他決定再不再給你生意 就看這個人情味 這件事做得好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倫敦 即是客戶的忠誠度 如果客戶對你是忠誠 有些事都可以看到 舉個例子 一般公司要接一個項目 是否要投標 是呀 投標暗示了些甚麼 投標即是說 要看那間公司的實力 沒錯 看你的實力 除了實力 可能只要看你本身 夠不夠資源去接 對 都是實力 對 其實最重要的是 在市場上 不止你一個機革 能夠做到這個項目 至少有兩家或以上 所謂貨比三家 能夠貨比三家才值得投標 對嗎 這是第一個訊息 告訴你 第二個訊息 告訴你 就是 我跟你不是太熟 所以 我是希望 價低者得 誰投標的 價錢最低 便是誰 所以 價低者得 便是 告訴你 客戶不跟你太認識 關係不太好 所以 我選擇 選擇價錢便宜 好了 這也是 在現在市場 最普通的 是嗎 是 為甚麼 這次機構 不能給客戶百分百的信心 沒有基礎 它自然在市場裏 選擇最經濟的辦法 對嗎 對 對 其實大機構 尤其是 跨國機構 為何 他們要做這麽多 市場的調查 和賣商呢 其實就是想知道 客戶的口味 去滿足他的口味 去避免 往往都要投標才得到項目 即是沒有保證你一定收到訂單 如果市場推廣做得好 無形中客戶對你的信任度是否高了 信任度高了 要不需要下下跟你講投標 那就不需要 沒錯 其實最舒服的就是 客戶直接下單 不需要投標 有個好處是管理層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壓力 不用說價低就行 對嗎 對 由於你不用價低就行 你的產品會做好些 甚至有些優惠可以送給客戶 由於你這些優惠送給客戶 客戶是否更滿意 這個循環就產生了一個負責 所以說質量最終都是說 怎樣跟客戶拿到一個更加密切的關係 達至一個共贏 對嗎 對 對嗎 對 要 贏贏 贏贏的情況就是由這裡來 對 好 我們講完這個模式 我們接著去下一個 是 其實這個模式就是 質量的模式 就是關於ISO9001那個 沒錯 我們現在再講就是介紹 另一個模式就是環保的模式 沒錯 環保的模式 環保管理呢 首先我問你 環保管理有沒有客戶 好像應該是有的 但坊間就好像不是很聽到 坊間沒有人講客戶的 因為環境保護嘛 只要所有在環境裏面 生存的都是要保護的 對 我的感覺 客戶就應該是大眾香港市民 大眾香港市民 其實由於環境管理 是沒有客戶的 所以從一開始 就不會畫這些客戶 在這個模式裏面 因為你一定要做一些本分 去照顧這個環境 使到這個社會 是受到適當的保護 環境受到適當的保護 所以這個模式的 白晶就是它不強調客戶的要求 是 它是強調一件事 強調Plan 2 Check Act 即是我們早幾集說過 那個系統管理其中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 為何要強調Plan 2 Check Act 我們又重溫一下 Plan是說兩句甚麼說話 Plan那時說過 就是 What to do How to do 即有些甚麼要做 以及怎樣去做 沒錯 其實環境管理得好 即是等於市民大眾問你 你會做些甚麼 以及怎樣做 環境管理得好 通常都會問 是吧 這些問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 對嗎 對嗎 好 當你計劃想做好 下一步就是Do 是 究竟你做不做得好 是吧 是吧 誰去評價你做得好不好 誰去評價做得好不好 一般你再做得更好 一般你再做得更好 市民都不會太關心 是 市民所關心的就是 你做得怎樣不好 是吧 一般市民一見到環境不好 那我就去投訴 沒錯 你一做得不好他就很關心 他就很關心你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做得更好 都不關他的事 是吧 是應份的 是 市民又覺得你應份要做得好 是 所以他又覺得你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就很關心 是 為甚麼關心呢 就是因為你做的事影響了他 是 是吧 是吧 如果兩個派對在那裡爭吵 好與不好是不算公道的 是吧 所以大家就拖政府出來 是吧 政府走出來第一句問 你們兩家的爭吵 都是拿個基礎而已 是吧 是吧 好 所謂不好不好到甚麼水平呢 那大家定了個基礎先 是吧 所以法例就定了一個最低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水平 就為之法例了 即是法例就定了一些最低的要求 是吧 其實在環保的管理模式裏面 就很大量牽涉著法例法規的東西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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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量是跟法例法規的 是 好了 法例法規守住了最低的水平 是吧 但是 還有一樣是叫道德上的水平 是吧 你做環境管理 是吧 那客戶 有一般市民大眾 當然是 要求這個機構 自己不會隨亂產生一些污染 是吧 是吧 即是說從你一起步 要搞一些活動之前 你就不應該 會做到一些事是會污染環境 是吧 這個是事前的 是嗎 事前的 所以在計劃的時候 計劃要做 市民大眾要知道機構 究竟 他那個心目中 是否想做一些事 是避免污染環境 是吧 是吧 這樣才算是環境管理 是吧 是吧 好了 好了 我們再說了 怎樣說到給市民大眾知道 這個機構在行一些 有環境保護的管理呢 一定有些渠道 他要了解你 對嗎 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模式裏面 第一個 就是環境保護的方針 而這個方針 在標準裏面要求 要是被公眾找到的 即是他要公開一些東西出來 要公開一些東西出來的 第一樣必然公開的就是這個 環保管理的方針 是 好了 你又猜一下 一間機構 怎樣把這東西公開呢 最簡單的渠道就放在網頁上 沒錯 如果機構沒有網頁就怎麼辦 做些宣傳 做些宣傳 是吧 不過我想其實網頁應該是最簡單的渠道 一般來說都做到 是啊 一個是網頁 最簡單的渠道 第二個就是會在他工作的地方 就張貼這個政策 在外面 即是整張他們的方針連了出來 連了出來 是的 任何市民大眾經過 都可以去看看 想知道為什麼就看看這個方針 是吧 但是很少留意到 在街上其實就 沒錯 在街上是比較難留意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政策是一張紙來的 這些文章 通常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在那些出入口的位置 是 因為他覺得一般的市民大眾 都是關心裏面做些什麼 是在出入口裏面 將貼這個就對了 即是可能有些大廈管理 他們自己的告示板 他可能連了一張這樣的東西 應該就貼這些了 是 明白 這些地方就找到他那些東西 沒錯 因為這些人流最多的地方 才值得貼 對嗎 即是商場管理可能也有這樣的東西 貼了在那裏 對 如果做得好的管理 應該是將貼在這些地方 是吧 因為你想人資 你不想銀行 你會貼在角落頭 沒有人找到的 是吧 這就是一個竅門 還有一個竅門就是 有些公司就不會將貼成一張 政策在那裏 是 他又加一些說話 如果你想了解我們公司的 環境管理的方針 麻煩你聯絡 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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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個聯絡 list 擺出來 其實他們會不會做一些 宣傳的字眼 一些Banner 周圍連下的呢 會的 可能效果更好 沒錯 就有些大機構就這樣做 效果是帶出來的 是 最低限的 就是起碼 給予多個聯絡點 給市民大眾 如果他想了解 環境管理的模式 或者這個方針 找哪位呢 是吧 但這裏有個疑問 其實有些公司可能 帶出了一個信息 可能那個方針是很清楚 但是會不會說 有機會他平衡不到 就可能著重了 我的樹木就保育到了 環保到了 可能另一些就平衡不到 那些做不到 會的 亦都有可能 你行一個管理系統 某部份你做到了 但平衡不到 就破壞了另一部份 是的 當然 一個系統管理模式 應該是各方面都要平衡到的 如果你平衡不到 都是失敗 其實整個管理模式都說 你是做環保 但其他東西都要平衡到的 沒有錯 其實一個環節脫漏 都是叫做不到的 系統也是 對的 是的 所以一個環境管理系統 是有幾個環節要兼顧的 剛才說了做環節 你為了保障到市民大眾的利益 你做了事情是要檢查的 你不去監察 做成怎樣 你很難向人交代 即是好像剛才我們看質量 我們要去找人檢查一下 行不行 沒錯 即是在系統裏面 我必然找到一群人 是專門做檢查的 是嗎 是 檢查 即都算是QC那群人 你可以叫他做QC 或者是一些 檢查官員那類的主任 其實如果相對說環保 去做QC這群人應該要厲害一點 要厲害一點 因為他起碼對環境的法規要求比較熟 還有對那個工種 會產生污染又要掌握 不是他檢查不到的 是嗎 好了 檢查有兩個後果 一個後果就是檢查出來是沒有問題 是 另一個後果檢查出來是有問題的 是 是嗎 如果檢查出來有問題的話 即是要處理問題 是 如果在環境管理來說 如果你檢查出來有問題 其實是暗示了一件事 即是說可能你之前 計劃下來的東西錯了 那個方向 你可以說計劃下來的東西錯了 也都可以說有些環保的意外出了來 是 是 環保的意外出了來 是否影響了市民大眾 是 市民第一個想法是甚麼 既然有意外 麻煩你先收拾它 是嗎 是 是 所以在檢查那裏 加插了一個環節 是 如果有環保的意外 你先減低了這個環境意外的影響 是 沒有理由 你做了這些意外 你先不去處理 是 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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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要處理 第二步要想的就是 這個意外是怎樣引致的 是嗎 所以又去到一個叫做糾正措施 是嗎 如果你想糾正 這個活動下次不會有這種意外 除非你知道這個活動的原因 導致這個意外的原因在哪裏 是 不是你導致不到的 是嗎 是嗎 所以其實環保都是考慮 糾正措施的 嗯 意外當然大家都不想 是的 糾正措施做得好 只不過是將已經發生意外的東西 糾正過來而已 但是有些叫做潛在的危險 他又不知道 潛在的意外他又不知道 所以又必然要想一些東西 怎樣去找這些潛在的環境意外 環境意外存在的話 你就要盡快處理 潛在的問題 你是不是要有班人 不斷幫你去看著環境的技術 是 技巧 那這種的行為就避免了 你日後這些潛在問題放出來 那這些行為就預防措施了 但是這些都是一班專家 對的 所以是一個環境管理系統裏面 機構裏面有一班是比較熟悉環境的專家 是 環境保護 不過近這十年左右 我都覺得 講環保的議題是很多 也都 整個社會都製造了很多 關於環保的職位走出來 還有在學校那方面 就多了很多不同的課程 都是講環保的 其實這方面都 應該市場多了這些人 和這些職位 是 因為市場多了這些概念 這些職位就自然增多了 而這些職位增多了 也都帶動了大家 市民對這方面的意識強了 其實環保 和一般的管理 都是希望一些好東西浮出來 是 但也都避免不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會發生的 是 所以我們在做這類的管理 有一點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 要預了有問題發生 如果有問題發生 我們要用一個 什麼的方式反應到這個問題 使到這個問題盡快解決 這種預演的行為 就是我們叫Drill 假定有危機的情況 就算是發生 我都有把握 把問題減到最輕 即是有相應應變措施 這些應變措施 他們都會預演過 即作出適當的練習 對 所以在這類的管理模式 很自然就有一種叫預演的制度 預演過的話 你就大概知道你的反應有多快 和處理問題有多有效 但是預演有很多公司 就調節輕心 好多員工覺得 即是忽略了 是 預演而已 要不要這麼迫真 對 公司可能想 但是員工又未必配合 沒錯 所以有些公司預演是ad hoc的 即有些時候不會 不會通知的 不會通知的 沒錯 即是好像走火警那樣 類似 其實想試一試 即是員工的心態 和反應 那個才是真的 是 不過這些其實老闆 員工都要齊心的 其實這方面 對的 因為一般來說 預演 即我們叫Jewring 其實是多久做一次是好的呢 一個機構 就視乎它活動的複雜程度 如果你的活動是複雜 容易導致一些環境污染 或者容易違反一些法律法規 那應該做密一點 如果人數多 和牽涉的Party 即的組織多 又應該做密一點 因為就算你自己的員工 知道怎樣反應 但是你的供應商 你的承建商 不懂反應 都是糟糕 未必配合到 這些反應是否都要試 是 所以應該做密一點 當然 做完就不是一了八了 你做完一個演習 預演了 你從你的紀錄裏面 看回你有幾收銷 還有有甚麼地方要檢討 是要定期去檢討的 明白 明白 即是說其實預演 可以除那間公司 他們自己的複雜程度 然後去制定他們那一年 可能真的幾多次 去運作 沒錯 其實這一個模式 和能力的模式 稍後還有一個模式 是關於能力的模式 其實是否相似 相似的 都相似的 相似的 因為能力的模式 就是無形的 難去考核 所以在之後的模式 就必然在計劃的階段 就定立一些叫做指標 即是指標 指標 沒錯 其實環保都有指標 你有沒有聽過指標 聽過 但就不太認識它 是的 為何我們有指標 就是大家容易溝通 很簡單 這間空氣污染指數 今天是多少 沒有聽 這也是一個指標 是一個指標 指數的範圍 是告訴你空氣質素 跟能源指標一樣 即是我們很喜歡有指標 因為指標畫得很實在 你是好了還是差了 所以環保計劃 我們定目標時 很多時候目標裏面 是包含那些指標 哦 因為你要達到某個指標 所以才能告訴別人好 是 你去不到指標 就是不用說話 明白 是嗎 是 所以環保 就會跟這個 能量的模式 有很相似的地方 是 但好像桃花一點 是 沒錯 我們簡單來看看環 即環保的其中一個分支 就是能源管理的模式 是 能源管理 同樣道理 你要告訴別人 你怎樣管理好 你能源的效益 即是一樣有個方針 一樣有個方針 沒錯 只不過這個方針下面 我們稱為 能源管理的計劃 必須有些檢討在先 為甚麼呢 能源這件事看不到 即現在的模式 跟環保一樣 又是會有計劃 都是有計劃 計劃 我們來看看計劃是甚麼呢 計劃是定立了一個 能源管理 是 還有做了能源管理 是 能源管理 最後出了能源管理 出了指標 當你出到指標 就告訴別人 你想做甚麼 怎樣做 是 做到指標的要求 是 這是計劃的動作 是 好了 在能源管理 在能源管理 就有些事較抽象 因為沒有一些實物 讓你看到 是否見不到的能源 是 如果一般人覺得你管理得好 是意味著你在能源使用 和在能源的效益裏 節省了 節省了 提高了改善了 是 你怎樣說服一個公共 即外界知道 你是做到這個模式 指標 指標 這個指標是一定有個叫做基礎 是 從那個基礎去量度 那個指標是改善還是差 在金融界不是有一個叫做恆生指數 是 能源都有個基礎 從這個基礎的指數 你是好了還是差了 這個指數的基礎 基線是從哪裏定呢 就是從你現在的水準定 是 當然有一個起步的 現在起步定了水準 從這個水準再測試 半年後一年後你是改善了還是差了呢 那個指標就有意思了 就告訴別人你是好了 能源會不會又好像環保那樣呢 又有些法律法規的 有 一樣是有法律法規的 我們呢 在 在 製作和 調查的時候呢 就跟能源管理的法律法規去做 是 這個 做法呢 就是同樣道理 我們是 要 起碼達到法律法規的最低水平 不能夠違法 明白了 即是說其實三個模特兒 今天都說得很清楚 管理 環保 和能源 相對而言 環保和能源管理 都有很多相應的指標 和一些法律法規的要求 在裏面去管理著 今集就很感謝張Sir 跟我們解釋了三個不同的模特兒 謝謝你 目 prayer 事念 約 指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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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合 由 請